大家好 我是大鹏 刚刚朋友电话联系我 所有几款茶叶集余套现 问我也没有需要的 好 刚好 今年茶叶我卖的比较快 那就去他家里去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合适的话那就拿点下来 好 已经到他的 到他的小门店了 来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上次茉莉花茶应该知道了 今天 今天跟我兄弟去搞一个绿茶厂 花茶没开始 我说绿茶先玩一波 花茶的话 什么时候有啊 再过一个星期吧 好好 不说花茶 看看这个白茶 这个是高山的 高山的白茶 你这种的话 为什么还囤的 囤的囤那么多啊 这种白茶料子 本来是几百斤收过来的 就是老板发了个五六箱出去了 说还剩了个一两箱 我就说我也等也等不到了 因为要搞那个 下茶了开始吧 加工这些都要 哦 便宜茶业 他就开始开始做便宜茶的库存了 对对对对 哦 现在有的就 啊 料子的还可以啊 看到没有 料子还可以的 那个时候是投采的 嗯 全部都是投采的 这个是西坑 是不是西坑那里面的 这个是 有点有点浪感觉 西坑那我收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说有有这种类似风格的 我说给你看一下 这个又稍微好一点 这个这个丫头感觉更更饱满一点 啊 但是呢这个茶叶 有一点茶叶没长开 就直接拿去采的感觉 一颗那种牙 哎呦 有点那种那种 那种叶子还是 还是带着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小鸭头 鸭头是短的 看到没有 鸭头都是小鸭包 都是那个地方的颜料做出来的 行行行 好 茶叶看上去是还可以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这种我估计价格还便宜一点 啊 看到没有 但是它的牙型会更显一点 啊 有更种颗粒感一点 你之前那种龙井还有没有了 乌牛藻还有 乌牛藻还有啊 对 哦 那行行行 那个早期的松阳的绿板了 有没有 对对对 本地的 好 行行行 那我们去看乌牛藻 我在那边有个小冷库 行行行 我们过去看一下啊 乌牛藻我之前都卖断货了 我们现在就上它冷库去看一下 哦 这个小冷库啊 就是 小冷库 很小的 看一下 这里面 啊 乌牛藻是吧 给我看一下 哦 冷库是不大啊 但是放点茶叶也挺方便的 好 我拿出来看一下 放点样品货 那块还有两箱吧 就只有两箱了 哦 前面出了十几箱了呗 哦 不然这个乌牛藻我是很 最早最早卖断货的 这种特别绿板的乌牛藻 我们松阳本地的 哦 绿板的乌 哦 那种青鸦鸡也很多的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条形怎么样 哇 牙头还是可以的 看到没有 这边是 对 这个都是三月份之前的 二月份的啊 好 这里准备一个茶盘 好 我们拿到光线亮点地方 外面去看一下啊 这个乌牛藻还是要比较谨慎的啊 颜色那完全没问题的 看到没有 颜色是这种亮 绿中带黄的 也不是纯绿色那种啊 还是比较亮的 然后呢 它的条形啊 也还过得去啊 条形看到没有 一颗一颗的 牙包都是非常好的 乌牛藻的 它的牙头比农领深要好很多 看到没有啊 但是最担心的这种绿板的 农颈呢 最就是怕它要清草味啊 这个清草味 刚才闻了一下是不会有啊 外香是不会有啊 我们就把茶叶冲泡一下 看看它的泡出来 有没有这种清草味呢 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绿板的乌牛藻 还是有点担心会有清草味啊 嗯 清草味不会 嗯 这个可以啊 甘烙柱已经达标了 不会有清草味 这种绿板的农领茶呢 我在市场经常碰到这种有清草味的 刚才外香闻的时候不会啊 然后我说看不准这个茶叶 然后特地还冲泡一下 好 这是白茶 就是我们第一罐看到那个 嗯 这个香气 你看一闻就是泄溪坑的 泄溪坑的白茶 他们那边的白茶 之前其实我已经说过 拍过好几个视频啊 最大的香气啊 就是他们的香气非常的纯正 泄溪坑白茶 然后呢 它的那个茶滋味啊 也会比较厚一点 因为它的筋比较 筋脉啊 筋液会比较的肥厚啊 所以说泄溪坑白茶是我们送药白茶 一个比较好的产区 一支合影产区 来 乌牛藻已经冲泡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条形啊 啊 茶道还是非常清澈的 呃 这种价位的乌牛藻呢 调性也还算可以的啊 看到没有 还是一个明前茶 啊 我们现在就品尝一下了 一股熟悉的乌牛藻的口感 口味 乌牛藻呢 它这个是属于农里茶里面一个枣蔬品种啊 呃 它是最早上市的 像这款的话我估计就二月二十几号就就就上市了 那个龙女士山它是比较晚的 它是要三月初上市 啊 所以它这个上的时间非常早 第二呢 它的一个香气啊 呃 是比较偏清香型的 然后口感呢 它的茶滋味也是比较偏清淡啊 就是感觉 茶汤呢 比较的鲜爽 嗯 比较的清甜 然后呢 会稍微偏清淡一点 哦 这个白茶 我们来 白茶啊 这个白茶是一个 中高档的白茶吧 算不上高档啊 算不上顶级的 呃 芽叶 排化石还可以啊 看到没有啊 啊 但是这个叶子也 也是已经有一点微微展开了啊 是属于中高档的啊 算不上顶级啊 啊 乌牛爪一共拿了五斤啊 这里三斤 这个好一点的 好一点的亏了 亏点给你好了 看吧 啊 今天乌牛爪结束了 结束了结束了 早就结束了 乌牛爪 我也没有了哈 你也没有了是吧 没有 哈哈 三文给你啊 一颗都没了 行行 一颗不是 你卖了就好啊 套现了 我待会我直接现金打给你 霸刀吧 就这么霸气啊 现金给 他们就是为了套现 啊 这 那行 三千里重重 啊 一共五件 一共五件乌牛爪 然后 有两件白长 我把他在这边 啊 那就一共 一二三四五 那就六七 七件啊 啊 待会算一下吧 算一下的话 我就直接 他们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现款 啊 必须要现金 哈哈哈哈 所以了 所以才会早上午啊 414353 414353 好 转过来了 六万六 可以可以 行行行 好 结束一下 刚才已经转完账了啊 那个 待会就可以直接把茶叶都拉回去了 还有啊 那个去年我估计 那个小鹏这边 他叫金小鹏 我叫大鹏 你们应该都看到过他啊 那个 我去年直播的时候 莫迪花茶是从他们这边拿过来的 你哪个亲戚是在云南是做那个做花茶的 呃 我那个大伯在广西 哦 最广西 对对我搞错了 在广西啊 在广西 那个今年的新茶出来没有花茶 新茶已经有了 第一批已经过来了 然后陆陆续续品种的话 在六月份之前 就是5月十来号 全部都会到期 你到时候直接去我店里看一下 行的行的行的 可以可以 很多很多茶友都在问了 莫迪花茶莫迪花茶 莫迪花茶由于那个花期的缘故啊 所以它的上升时间要比普通茶要晚一点 晚很多 因为那个花是4月20来号才刚刚大批量开始有 啊 因为我们要加工时间的话 起码也比绿茶复杂一点 嗯 更久 所以说基本上4月15号到20号 大大陆陆续的品种都会过来 到时候我们再 你再过来到我店里再去好好的 看一下 行行行 好的好的 到时候明天就去他的店里去看 看一下莫迪花茶 好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好 拜拜